从赛事角度讲述战队历史 以赛场表现全是选手生涯 各位玩家大家好 欢迎收看电竞场内外特别节目 S9ROEC战队巡礼 我是婷宇 我们将用较短的篇幅来介绍一下ROEC赛区 让那些本赛季并没有关注过ROEC存下两赛题的玩家 快速了解我们的对手 并回答那个网上的热门问题 今年欧洲赛区是否有争贯潜力呢 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吉兔战队 吉兔是家来自西迈牙的电子经济俱乐部 2016年至2017年 曾在ROEC拿下春夏四连冠的惊人战绩 对于ROPEO的观众来说 这支队伍让人又爱又恨 一方面全员水鬼 骚话连篇 观赛效果极佳 而另一方面S8八强之仇 历历在目 S8结束后 吉兔引进曾效力FNC的天才中单CAPS 原中单PORGS 专星ADC 至此2019赛季 吉兔成为了欧洲的银河战舰 这五名明星选手 在ROEC斩获春夏两冠 并捧起了MSI冠军奖杯 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强队 首先 吉兔的五名选手 又有极高的个人能力 打法极具进攻性 如果你关注ROEC的比赛 你会发现 他们的比赛 酷似高端排位 阵容花爱打架 放言世界 ROPEO早已摘掉了打架赛区的帽子 因为最会打架的是 欧罗巴大陆上的这些猛男 而吉兔无疑是那条街上的陈浩南 2019年春夏地赛 吉兔分别以场均击杀 17.5和19.3位于榜首 遥遥领先其他战队 MSI捧杯以后 吉兔的分军伤害 由春季赛的 2080上涨至 2191 平均比赛用时 居然只有27分17秒 这是四大赛区 年度最短平均用时 前15分钟 场均经济优势 2057 比赛的血腥程度可见一斑 作为2018年 全明星solo赛冠军的Caps 个人实力毋庸置疑 2019年夏地赛 他场均击杀5.1 他使用德莱文 拿到14个击杀 成为本赛季 OEC单场击杀 第二度的终端 而夏地赛 场均1.7的单杀 也是他极致 个人能力的表现 OEC夏地赛季后赛 对阵FNC的G4 比赛进行到12分钟 FNC打野九筒 中路绕后 将对Caps动手 Caps精妙走位 夺过九筒大招 在没有兵线的情况下 九筒硬扛了两下塔 残血离开 此时Caps只剩下半血 接近满血的飞机 仍想操作 他再次施展 神级走位 致使飞机 QWR全空 还有一个防御塔伤害 完成精彩反杀 转制AD的Porgs 是欧洲老牌法王之一 也正是他的妖机 在S8四强 令RNG无法再进一步 最初转制下落时 他的英雄池和对线技巧 为人诟病 然而到了夏地赛 他的进步神速 已经可以熟练使用 五个常规AD 夏地赛 使用最多的侠 拥有高达 823.3的胜率 本赛季 他的场军击杀5.1 委居所有ADC 第二 场军助攻 分军伤害 分军经济 军排在前三 极兔的下落 早已不是队伍的短板 此外 他的非常规AD英雄池 让极兔在BP上 存在三线摇摆的可能 让对手极难针对 其二 极兔是欧洲有名的乐观家族 时常笑哈哈 心态永不上 大家都知道 极兔是一支 骚话特别多的队伍 在全能公司 官方宣布 IG纪录 S9世界总局赛后 TL战队 并询问 大兄弟啊 把埃及战队给俺弄死 忠不忠 而TL也在推特下面回复 某问题的啦 最后 极兔回复道 行行啊 大兄弟 我们一定会在世界赛 获胜演讲中 提到你们的攻陷的 极兔的教练 也在推特上 疯狂玩梗 距离S赛小手赛 越来越近了 各大战队都在 韬光养晦 专心为S赛 做准备的时候 极兔已经在 推特上讨论 S9的冠军皮肤了 不知道五位选手 会不会因为 派克皮肤的署名权 大打出手呢 S9是欧洲 老牌强队 FNC第七次 晋级S赛 这项数据 也只有北美豪门 C9可以超越 今年春季赛 因Kaps出走 战队精力 小幅震荡 在赛季末法里 最终以11胜 其负的战绩 危局第三 挺进季后赛 在季后赛 第二轮 被OG淘汰 下季后赛 中和充分的FNC 以14胜 四负的战绩 危局第二 在旧赛 3比0 横扫零四 两度与击兔 达满五局 屈居亚军 FNC同样是一支 进攻性极强的队伍 OEC下季赛 他们以75.9%的 医学率 危局榜首 也要领先于 第二名的62.5% 其中三分钟前 拿到一起的比赛 有十场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据 拥有这样的数据 离不开他们的 中野组合 Nemesis和Brosha 99年出胜的小将 Nemesis 被欧洲媒体评为 法王候选 下季赛 场军KDA 分军经济 位居所有中单第一 赛季一共使用过 11个定位 完全不同的英雄 英雄时极深 而他最擅长的 正是当年 弱风的招牌卡牌 在8月18日 对阵RGE的比赛中 这位小将 使用中单老鼠 打出17个单场击杀 刷新了OEC 下季赛 单场击杀记录 FNC下季赛 场军大龙控制率 高达75.8% 小龙控制率 高达65% 军位列赛区榜首 这是一个 十分夸张的数据 放言世界 也只有方Plus 可以在这两项数据上 超越他们 所有中立资源 控制率高的队伍 推塔效率 也极为出众 FNC 以场军推塔7.9 高居LEC 下季赛第一 往往这样的队伍 都配有一个 进攻性极强的打野 Brosha 本赛季 场军击杀 仅次于 击兔打野Yankos 九筒和盲僧 是其招牌英雄 但他也能使用 蜘蛛这样的英雄 带动节奏 7月28日 FNC 对阵欧净的比赛中 FNC选出了 上单狮子狗 打野蜘蛛 中单卡牌 下路洛加卡尔玛的 究极分带游走体系 Brosha 前十分钟 杠克成功率 百分之百 配合上单狮子狗 两度击杀 对方凯南 让狮子狗 得以在十三分钟 就开启离线游走模式 而对下路的 反蹲和事业不恐 也完美遏制的 对方德莱文 加雷欧纳的组合 让德莱文 发育严重之后 无法在中控期 给予团队任何威胁 最终 Brosha的蜘蛛 打出了 5-2-5的华丽数据 76.7%的参团率 而对位的code 全场被他 掀着鼻子走 只有可怜的 0-6-8 对中人气选手 Rakles 于9月20日 度过了自己 23岁的生日 他与Faker和 都一比同岁 如今已是一位 征战赛场7年的老将 他因为出色的技术 被中国网友 冠上了欧洲高学城的外号 欧城也成为了 一直以来 中国网友对他的昵称 本届S赛小组赛 FNC与SKT RNG同组 从历史战绩来看 他们与SKT 交手5-4 五战结败 与RNG交手5-4 一胜四负 从赛期对抗性 以及选手个人实力来看 FNC全面落后于RNG 但他们的高效转线 游走套路 对于LPL来说极为致命 尤其是在小将Nemesis 使用卡牌时 也许大家对SPY这支队伍 比较陌生 该队曾打入S6全球总决赛 不过那一年 他们不幸的被分露了死亡之组 面对SSG RNG TSM 一众豪强 在小组赛中 曾击败RNG 当时SPY的上副选手 正是现在G2的Warden和Miki 今天重组的欧洲蛇队 状态不错 中野军有不错的carry能力 也算是LEC的一流队伍 欧洲蛇的风格可为赛区奇葩 场均比赛时长34分34秒 赛区用时最长 比赛节奏相对缓慢 被称为欧洲的月营大师 SPY在LEC下地赛 场均差眼数位居赛区第一 高达3.25个 视野不控效率50.1% 这个数据比尖RNG 以至于他们的小龙控制率 仅次于FNC 达到了58.4% 他们在达到大型中率资源后的 经济收割效率 甚至可以和中韩队伍叫板 我们对下地赛 时长比赛的统计数据显示 欧洲蛇在收掉小龙的5分钟时间里 有效经济获取1.35K 平均每收获一条小龙 便可以摧毁1.1座防御塔 在收掉大龙的5分钟时间里 有效经济获取高达3.1K 平均每一条可以摧毁1.5座防御塔 领先赛区的视野不控 和独有的运营节奏 或许就是他们的制胜法宝 在LEC这个快乐的赛区 欧洲蛇竟然是最普玩扯的 不过在陆维赛阶段 SPY与独角兽熬战无场 才艰难晋级 这里暴露出了他们一些 比较明显的问题 第一 SPY跟能力一般 与欧洲两大巨头相比 三线选手水平烧线 基本不能在对线上占得大便宜 且队伍团战默契程度一般 天花板显而易见 第二 SPY虽被誉为欧洲月营大师 但整体决策瑕疵很多 例如在对阵独角兽的第二小局 第13分钟 掌握不小优势的他们 对峡谷先锋的利用 简直是灾难 既没有强势到肚层 又被对方成功开团 赔了富人又折兵 这样的角色失误 在SPY的比赛中 旅有出现 可见他们的运营功夫 还不到家 因此 即使被分去了 强弱分明的B组 SPY的S赛之旅 也不见得乐观 欧洲蛇只有发挥出 120%的实力 才能与GMJT 学战到底 方可看见八强的曙光 欧洲赛区 如今的确是 不容小区的对手 他们的赛区实力 已经比紧周寒 但我们仍不宜 妄自菲薄 2019年电竞干地节目组 密切关注 REC的每一场比赛 可以说 我们是场场不落的看完了 如果时间允许 我们真的希望 通过详尽的数据 来论述一个观点 但可惜 S9小组赛在即 一句话总结的话呢 那就是尊重对手 并发挥出 自己应有的实力 LPL的三支战队 完全可以踏过 欧洲三雄 感谢您收看 本期节目 我是丁宇 如果您觉得 我们的节目不错的话呢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收听电竞干地 你会打开一个新世界